全民濟氣 香港維生 我不支持各香港獨立的運動 但是我的奮鬥目標是以永續基本法 使得香港主權確定 與中國的關係採取諒解和互相尊重 之後再互相合作的態度 將來逐步與中國人大取得共識 將香港的主權逐步擴充 變成一國兩席 可以將華夏世界和中港之間的邦聯 去國際推廣 增加整個華夏世界的華語權和影響力 泛民過去提倡的民主中國論是不切實際的 即是說他忽略了九七之後 香港有自己的實現主權 中國民主是不關香港的事的 所以在這裏看到泛民是出賣香港 不斷了 同樣跟這裏有我們 根本都是一個光明的題目 證明他根本不知道我們葉普成做的 革命其實不需要 因為中共對香港是千般愛惜的 只要香港人願意和中共提出來 和支持一些修憲的議員 進去永續基本法 從東北大江 直白 是令人解決的 設立 對現在的紀念 有幾次消息 pled充當的